政坛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六州选举 六个州属的大臣和首长都陆续透露 打算解散州会的黄道旗日 那槟城首席部长曹关友 今天又被记者追问 什么时候州选的时候呢 就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他说不是在六月就是在七月 在一条大臣和首长由首长 Life 曹关尤表示他将会在本月21号到布城 出席首相连同各州首长和大臣的会议 预料会议将会讨论六州选举的日期 而他也希望其他州领袖 也能够对日期提出想法 较早前森美兰州务大臣 纳杜斯里阿米鲁丁就透露 森州议会可能会在6月1号解散 击打州务大臣纳杜斯里沙努西则预计 击打州议会在6月中旬才会解散 曹关尤已经多次表明 希望目前还没有举行州选举的 雪兰娥 吉兰丹 登加楼 森美兰 击打河滨城六个州属能够同步选举 以节省时间和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